高雄捷運售票及美電 車站月臺一片漆黑 就連高雄經軌也突然停在半路 三號上午九點零七分 南部中部北部 全臺各地陸續傳出停電災情 經濟部長王美華親上火線對外道歉 黃美華表示事故原因是高雄新達電廠 因為開關廠設備故障 送電當下出現異常 台南隆起以南超高壓變電所啟動保護機制 機組跳脫自動切離 因此南部影響最大 而南台灣電網頻率奏降 為了要維持全台電網平衡 中北部得進行低頻卸載機制 也就是拉掉用戶電力 減少用電量 因此出現點狀式停電 經濟部強調這次事故跟缺電沒有關係 事故的時候其實被轉是有高達24%的 是非常高 那所以目前的情形是因為事故的情形 跟電力的準備跟被轉的完全沒有關係 台電初步估計這次停電影響五百四十九萬用戶 新達電廠瞬間喪失一千零五十萬千瓦電力 佔全台大約三分之一 雖然經濟部緊急啟動燃氣燃煤水力發電 麗拼三號晚間全部復電 但停電是意外還是人為得追查清楚 謝謝我們觀察觀眾君採訪報導